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收看今夜十点见的节目 这个节目是一个关怀人文 我们谈一些很多与你我相关的事情 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了一本书的双作者 他们两个人一个用英文写作 一个用中文写作 合作得相当的愉快 在我们的饮品上面 他们两个人也是第一次的见面 彼此曾经只是对方的欣赏者 当他们合作合拍之后 却出了一本华人的英文的创作 这本英文的创作撇开了偏爱狭隘的世界 把它变成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让人们看到在去年这一年当中 影响到人们最剧烈的新冠疫情 而我们的第一作者 是在第一线上真正服务那些得病的病人 他把自己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恐惧 而且一个华人责无旁贷 应该也摆出来奉献的第一线的精神 把他的每一个心情系录了下来 而他在群舞圈里头找到了一位知音者 而这位知音者却把他的文章更扩大 更广泛的愿意介绍给更多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 他们的这一个合拍创造了这一本书 这本书已经透过了英文的出版社 在世界上各地 而且会逐渐更宽广的在发行 我觉得这是一份情缘 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上礼拜谈了很多的书 如果您还要去知道 他们如何的谈那一段的事情 欢迎你们去搜寻这个部故事 今天我要来谈谈看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各自有主业的人 一个是全时间的护士 一个是全时间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但是他们在生活中 让自己的精神不枯燥 很多人都觉得说 在美国为了谋求一碗饭吃 好像生活里头少了点什么 可是我们这两位嘉宾的来访 你会发现他们生活一点都不孤单 我们先来访问这位 在宾州的这一个才女 我们的第一作者 胡小天女士 小天你来告诉我们一下 你要晓得你发给我的资料 我真是对您佩服至极 你的很多的画作 让人家觉得各式各样 随手扇子你也可以画 一块纸你也可以画 阅历你也可以做 你的画作简直丰富 但不只限于在一方面事上 谈谈看您的学画的背景 以及您学画的经验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重拾画笔 我小时候是文革的时候嘛 那时候功课也不是那么紧张 所以正好我们那个小学的一个打零上下课打零的开门的老头 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右派大画家 后来我们才知道 所以他在这个空隙 他在很小逼折的一个地方 就是摆着笔墨在那里画 那我们就趴在那里看他 我就非常心仪啊这样的 就被笔墨的那个气韵所吸引 然后他后来也经过那个校方的同意 办了一个学习班信去小组 那么有一帮小孩就去参加了 然后但是我们也是一样画葫芦来跟着他学 但是后来呢他也就不做了吧 可能是掉离了还什么的 然后我就我看到有一个同学 他是要去学西洋画 那我觉得很羡慕 我就跟我父母说我要想学画画 那我父母就给我找了一个他们所知道的 也是个同学的爸爸 是一个画家的 那么我就跟他去学了 大概是每周的六下午 一个下午在那里 然后我的老师后来是生死到癌死掉的 那我后来呢为了高考呢也就放弃了 然后复习高考啊什么的 进了医学院 我是上海中医学院的 然后毕业以后也有时候画画 基本上也不怎么画 然后就到美国来了 为了生存嘛也是 搬离了很多个州了 我们从Louisiana到Texas到Yuta到达拉威 然后再到宾州 这不断的在搬离啊什么的 所以也忙碌 后来也就是前几年大概14年左右 14年15年左右的时候 开始重新重新有了微信 好像是有了微信 然后就有这个兴趣的人就在一起 那我也是有兴趣 然后就开始重新找出来 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 是带了这些东西的 就基本的东西 但是也是年代久了 东西也不全了 颜料也挤不出来了 然后就慢慢弄了 慢慢去 每次回去就搬一点来 然后这里网上也买一点啊什么 就好像年纪大了 对这种本来自己骨子里喜欢的东西 就越来越兴趣浓厚了 理解也比较深厚一点 虽然现在老师没有了 但是是多媒体的时代 网络时代 其实也是很幸福的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大家的东西 从古到今的 所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然后画一画 这样 只要有兴趣 是 小天你自己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看到 这个屏幕上的画作 都很佩服 您的画作的风格 其实不是构限在一种上面 刚才Yelika也说了 他把你的一些的画作 也选在书里头 就是说你的风格 其实是很多样的 也就是说可能 你不是构限在一种的画风里头 你有特别 就是说哪方面你觉得 你特别会画 或者说你 你为什么会这么 就是这么宽广的一个 一个画作的方式 其实现在就是说 小时候就是临摹什么的 我的老师是画花鸟的 所以我对这方面是比较基础好一点 我对山水就不行 但虽然我很喜欢 那艺术有一个共通性 对吧 然后我就是 就想到画什么就画什么 没有什么拘谨 反而就是 然后 看各博彩众长 你可以采摆家 面酿自己的酒 对吧 然后你可以想什么画 我又反正是 也不是名家 就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我画坏了也无所谓 对吧 所以我就是大胆放手的去画 就各方面都可以解释 也可以用西式的画法 那时候我没有 没有什么材料的时候 我就去乱学的 就也没有学 就是自己涂了一点油画 然后我的 我还是对国画比较 更有基础一点 所以我还是回到国画上来 那也可以用西式的画法 来画国画的东西 所以这书里面的 这八幅画大画 其实跟传统的国画已经是 不太一样 远离了 好像不一样 是是是是 我也就这样觉得 是和紫什么都是 还是在这里边 是有共同性的 是 小天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当你刚提到了一段 就是说来了美国奔波忙碌 这是很多人的经验 就是说你曾经的一块兴趣 其实是在美国的坚苦的生活当中 或者说比较要谋生的阶段当中 会逐渐忘记 你自己从拾的时候 有那种从拾的愉悦 或者说有从拾的申疏 一段的挣扎的阶段吗 当然有的了 你觉得你比如说线条什么的 你就是会不像以前那么好 但是你的眼界 你的接触的题材更广泛 对吧 你也可以学到其他人的身上的好多东西 然后从古到尽 甚至是理论 就画方面的理论 也是从无到有 可以慢慢的接累的 所以也是一个沉淀的过程 然后你可以自己慢慢的剪起来 然后可以甚至更好 我觉得是我比以前还画的好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如以前 但是后来是会比以前还好 当然我觉得你今天在几度的谈话当中提到一个就是说 第一你写文章是你的母亲鼓励你说 儿国的文学里头有这个样子 然后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当你的小的时候学画也是你的父母 其实我信两位都是在中国经历过一段比较艰难的那段岁月当中 但如今你们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时候 其实发现提到了母亲 提到了那一段的岁月的情形 其实反而成为你现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养分 您觉不觉得 是的 很多事情 比如说画画也好 或者是写其他的 我也喜欢看 我是从小也喜欢看书 虽然我们是从文革一代的时候也没多少书好看 但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还是对书 能够弄到的书都是要看 不管怎么样 书是人精神的养分 所以 这方面我是觉得是有帮助的 你说你看过的书走过的路 都会在你的作品里有所反应 对吧 所以 是这样 就完全呈现出来 说到了书 当然我们要回到伊利卡身上 伊利卡你知道 我们从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在音频前面见面 在林林过往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您是一个好的图书馆的工作者 可是我一跟您谈话的时候 首先你让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说 你真的非常proud of你自己那个满足的血统 然后这个的血统 就是说你当时在国内中国的时候 你学的是俄文 然后进到了加拿大之后 才是你进入你的英文世界 但是在离开自己国土 在这个地方 完全进入在书的世界里头 书对你的养分是很重要 但是在你成长的岁月当中 有没有帮助到你现在再去读 这些世界文学作品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在反主或者左右思想的时候 这些无一不是你的帮助 这个书我刚才胡女士谈到她画画还写东西 我就在想自己 我从小就没有那个才能 那我运气就是挺运气好 就跟书交了朋友 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对书很感兴趣 那我运气好 也是这一辈子都做自己喜欢的事 从俄国文学 在那个中国拿了一个俄国文学的硕士 哇 很多那个俄罗斯还有19世纪的文学 读了一些欧洲法国 特别是法国作家的民族 到了西方到了加拿大以后 才开始就是接触西方的 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学吧 这样就是奠定了基础 我对这个文学就比较 可能这一辈子就就这个对书这样就离不开 还后来在图书馆做也是跟书打架斗 不管这个世界多乱生活多艰难 总是在一个书的这个世界精神世界里呢 又得到很多养分还有很多的灵感 就是不会有太多这种负能就是低落的这种情绪吧 老师碰到难的难处的时候就想到书中一些美好的东西 就给自己一种鞭策或者一种激励在生活中 我忘了你刚才的问题 我是说就是说所有的 其实您这个部分我个人也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书在书可以让你忘掉了许多现实生活里头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你特别是这些年 我相信你们早一些来了之后 这些年你会看见 我相信小天可能有同样的冲击 就是说这些年来到美加一代的人 你会觉得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腰残万贯 然后看他们的生活非常的 就是世人的说法是叫人羡慕 OK生活无所缺 但是两位可能都是经过一番的辛苦 不整在成长的岁月时候是辛苦的 来到这边 特别我就用一个更诚实的话 就是说图书馆的人的工作 薪水是有了 但是就是一般般是吗 但是我今天 对我公务员的薪水 就美国公务员 你是纽约州的 我是图书馆员 是 我们就是享受这个纽约公务员 很不高的了 对 可是我要 我为什么今天要一直琢磨在伊利盖身上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觉得一个人泡在书箱里头 那个感觉是不动的 我觉得你今天让我们觉得说 书可以让我们从许多的烦找里 难道在你美国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的生活是很平淡的 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现代的华人朋友 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日子可好过了 有没有过羡慕 还是说这一个我们不要说穷书 就是那种穷酸的东西 可是我就觉得其实你给我感觉是富有的 而这个富有的东西来多谈一下 对 这种富有的东西呢 不是钱能代替的 这是精神上的富有 我相信很多人都多多少少 如果你要是读了很多书也好 介入这个艺术的世界也好 都有这种感受 哪怕是音乐啊 绘画像安吉拉都会有这种感受 所以这种你刚才谈到的 你说很多人他金钱上的富有 他们的精神呢 不一定有那么充实 是 对吧 这个同意吧 我绝对相信 我呢 不是太 就是比较说 因为我钱上没有他们 金钱上或者物质上 没有他们那么丰富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也许这是年龄的阶段 走过了这些路 现在看的比较淡定 觉得这种精神上的充实呢 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觉得就是我们走过了人生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 在我们生命中更重要 就像小天 他自己虽然生活里头 我相信小天生活里头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 但他透过了绘画 在每一笔画下去的时候 他的那个情感是出来的 小天还记了我一些他唱的歌 我觉得他的人生里头 就是说不让我自己 陷在某一个阶段里头 小天谈谈看 此时此刻你的日子 你觉得满不满意 富不富足 好 这样说吧 我们当然是经过了艰苦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代华人移民 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 拎着两个箱子来的 那时候外汇都只能 就是几十块钱就就来了 我们是岁地铺开始的 我们是真的是从测评的国家 等于是过来的 但是我们靠自己的奋斗 还是基本上是立足在美国社会 对吧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也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虽然我们做护士的收入不是那么高 但是可以满足温饱 对吧 所以我们也有心情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书和艺术 文学 音乐 这是精神上的很重要的粮食 比一般的那种物质上的东西 我在这个阶段是 我觉得是更重要 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了 是 所以我有这些书 音乐 还有艺术 书画相伴 我觉得很高兴 很满足了 我记得您跟我说 这都是你的兴趣 就像你说 你这个小小的平凡者 你也没有想说 你有一天成为名家大画家 你也没有想说 你自己会喜欢唱歌 有一天你还可以开演唱会 这些都不是你想的 但是当你做到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非常的满足 这就是一个快乐的源头 这的确是你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现象 是的 那Iriga你自己呢 就是我说 你刚说了 到了某个年龄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爱看书的人 尤其我做节目 我要访问访许多的作家 我真的 广是作家寄给我的书 我常常就已经觉得 我力不从心的原因 是因为过了某种年龄之后 眼睛的确吃力 眼睛的确吃力 那种阅读的那种快速 远不如从前 这一个泡在书香世界的你 会给我们这样的人 一点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到后来就是只看 评论认为非常特别 不敢说是 因为评论家各个评论 都从不同的角度 不能说是特别好的吧 就说不太一样的书 我一般去读这些 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图书馆有多少书 你不可能什么都看 我以前跟图书馆买书的时候 常常就是看了那个书评 然后跟读就是老百姓来问 说你们推荐一些书 我就会跟他说这个书 根据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会怎么样 他说你看了书吗 我说不可能 他说那你怎么知道 我说读了评论 因为我们到最后就是太多书了 这个信息量太大 就大量的读书评 那读好的书呢 我就会选择了 就比如说当时那个克林顿 跟James Patterson和写了一本书 The President 叫美国 我说这个美国总统 跟美国最畅销的这个作家 和写一本书 那这个书比较特别 我来看一看 就类似这样的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图书馆订一些书 老百姓排队 几百个人说要看某一个书 我就奇怪 我说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畅销 那我来看一看 就是说到最后就是很有选择的去读了 还有我参加图书馆的那个读书会 我经常也给那个老百姓 就是建议我和人家合作的那个图书会 那这个图书会 我们一般是根据老百姓推荐的 或者我们自己认为什么书 我们可以推荐给百姓 我们来讨论 这些书我都会去读 因为我们要选的这些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朋友介绍或者一些中国作家说 那个中国也出来一些什么书 那我是不是现在的书我可能都不太清楚了 因为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但是以前还是稍微留意一点 看看就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俄罗斯那些好的作家 还有得那个诺贝尔奖 如果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奖 我说我要看一下他为什么会得奖 就这一类的书一般 您现在还可以用俄文阅读吗 还可以了 基本还可以 我俄文九年时间基本上是精读的 所以俄文基础还是不错 所以其实如今回过头来看 其实那时候打下的一些基础是真的是非常好的 我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您虽然是在图书馆工作 那讲起来是一个书箱的世界 但是你要晓得 常来图书馆的人并不见得个个是带着书箱的 你要排书 你要看到原来说这些来弄书的人 竟然还是可以把那些栏架上的书可以扔一地 或者也看到一些父母带着子女来的时候 其实的一些的随便 那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工作里头的现实 或者让人不愉悦 你自己如何平衡 你在工作实际上所碰到的一些 其实坦白讲不见得是天天都美丽的事情 然后你自己要信任在书箱世界里头 弹弹看这样的一个平衡好不好 对这个问题挺好 因为我们可能是就是职业习惯吧 因为你做图书馆员做这么多年 你的第一职业就是你想把好的书跟老百姓分享 就这个老百姓呢就是不同阶层的 有很多人英文都不好 他来图书馆学英文 还有很多呢是无家可归的人 因为是公立图书馆 冬暖夏凉 他有空调 有热气 有暖气 所以这帮人就会泡在图书馆 那我们呢就是出于职业的这种训练 我们就想把好的东西呢 书会因为这分享给这种人 就是英文不好的也好 我们就会说你英文不好 你可以读一些儿童作品吧 我们能帮你怎么去学英语 因为我们图书馆 我现在做的呢就是好多讲座 办讲座还有好多那个课程 都是我来说 我去外面找人找老师或者安排的 所以呢就会帮他们这些人说 怎么提高你们的阅读水平 怎么能把这个好的图书呢 让你们去分享 所以不管什么阶层 会有很多人有时候来 他根本就不闲一顾说 我不看书 我来这儿就想就是就用电脑吧 他们有WiFi嘛 很多人就来 那就是这样我们也会说 那你是不是能看一下杂志 有些报纸啊 有些杂志你可以一起看 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 帮助这些人阅读 Elega我不晓得这个问题对您来讲 会不会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对你来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可能对很多其他的观众朋友来讲 就不见得是 很多你要晓得 那些在移民来此的人 他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追剧 或者说看一些有意思没意思的 一些的综艺节目 所以说很多的时间也是在这里打发掉了 可是你是一个在书里头找到很多快乐 同时平静的人 如果我今天要求你说 Elega可不可以对这一些 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 移民到此的生活 在此地生活的人 没有错 你可以追剧 可以看中语 可以看政论都可以 但是书的这一块 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呢 可能是现在 就是因为年龄段的问题 我以前可能会对这些人说 去看一些比较 就是down to earth 比较接地气的 或者你就是把你的内心 能充实你内心的书 现在呢 我可能会淡定了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 就是生活中你们就是 哪怕是你看一些很无聊的电视剧 或者很无聊的剧 你们能得到一些东西 能使你们愉快开心 那就好 就不会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才是所谓的 一定要对是他们 让他们进入这个书的世界 我以前可能会 会一定很大的努力 现在呢 就看淡了 就说没关系 只要你觉得 你从那些无聊的电视剧 能得到一些快乐 能使你的生活 你带来一些乐趣吧 你为什么不呢 可以 还有就是在美国图书馆工作 我又有一些感想 就是我以前就是看了 因为是俄国文学出身 就好多民族 到美国来 老百姓不看民族 你说海明威啊 马克福威呢 这些不看为什么我后来才慢慢的了解到生活太累 他们觉得看这些很沉重的东西 他们已经不想了 就背很多东西 要让他们思考很多很深的东西 他们不愿意 所以请他们情愿读一些闹剧喜剧 就是比较轻松的东西 那后来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不呢 如果这种轻松的东西让你们愉快 那就读吧 我觉得伊丽嘎的这句话说的这些番话说的太好了 走过人生 你的宽容度宽广度会更大 而你给人的建议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某个地位上说 什么才是人生的最好 让你自己自在 舒适 恐怕是人生最重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人走过之后宽容的 你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就像刚才小婷说的 我们每一个大部分我们这样子的人都是拎了两口箱子就来美国的 是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发觉说我要给你们丢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说 回顾一下你们来美国的生活 对于这个国家 你们的感受 一个是在政府的图书馆工作 一个是在医院非常好的系统里头做护士的工作 这是非常有保障 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新来的或者那些人常对美国有一些的抱怨或者怎么样 谈谈看你们来美国的二三十年的当中 你觉得你在美国的这一段的生活里头 你得到了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心里头很想反映或者回馈的是什么 我们先请小天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 我是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充满感激和感恩的 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文化 文化预言甚至饮食习惯各方面都连根拔起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是他们的宽容接纳了我们 我那时候去Oakahoma的一个小城市上呼啸 我的同学我那时候听力很不好 我如果要听的话我就不能记 就是不能同时又听又记 我要盯着人家看 虽然我不是听力有问题 不是说耳聋啊 但是我要看着你的脸才能知道你讲什么话 就是语言学语言开始就是那么困难 那我的同学什么的都帮助我 给我抄笔记啊 或者那Copy啊 老师也是 就是他们很 其实我们那一个program 那时候Nursing program 在那个小城市是很hot的 我的老师其他的英文老师 还把我拉到他们的scholarship这里边 虽然那学费并不多 但是让我穿移 他们当我一个外国人也是像 那小地方也没什么外国人 特别是中文 然后用叽叽巴巴的语言 介绍一些中国的东西给他们 非常友好就接纳你的 然后我工作了 我也是从零开始来 因为我们根本就是 大陆的那些医疗系统 跟美国完全不一样 人文也不一样 对吧 你重新一个学习的过程 同事啊什么的都非常帮助我 非常友好的 我觉得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去年 什么疫情啊 选举啊 Asian Hate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是觉得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和 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包容的这个环境下 我对美国生活是充满感恩感谢的 我觉得我也是到了我的 能够有能力来回归美国社会的时候 所以我在疫情面前也就是不退缩的 是的 谢谢小天 来 Illika 同样的问题 我来美国也是三十年初的 就是北美吧 加上加拿大三十多年 就是美国我刚正如Angela说 还是很包容的 我也是充满感激之心 因为我们来也是身无分文 从头开始 从学生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但是呢能做到这个现在这个图书馆 我一直都是成人部的这种负责人做好多年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还是对我们移民还是比较平等的 如果你工作很努力你要就是work hard你能达到你自己就是想做的事是比较 这种机会是比较多的 你如果把握这个机会你要很努力的做一般来说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还是比较公平的 还有因为美国各种移民就是来的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这种背景的人比较多 所以呢就是对于我这个中国人 就大家不觉得你你是中国人 你是外人 就比较容易融进他这个圈子里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很自在在美国这个社会里 是 因着这一本书让我们今天受访的两个人结了一段情缘 也因为这本书我们也和现在正在观赏这段视频的人结下一个月 我常觉得说也许我们真的不见得这个节目每一次都是访问大咖 很多的我们这样的人所经历的很多人生 特别是在美国这段日子的生活 我觉得虽然在平淡中 但是一路走来 如同回如今回过头来满是感激 这是我们一段走过的历程 也是希望这个节目 我们丢掉了一些很多的争执争吵分扎之外 我们看一下内在的一些的瓶颈 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丰富的东西 刚才说了两口皮箱三十年的美国生活 我们大概可以谈上一百集一千集 这样的人在电视机屏幕前面的你们一定更多 愿意我们这样共同分享的故事 能够在这个时代里头留下一些什么 这本书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到 这本书Nurse Acelo in the Covid Pandemic 大家可以找到这本书 看看推荐给你我们的下一代 然后可以让他们看一看 这是一个华人护士在美国的第一线 认为自己不退缩该做出的努力 也透过一个在文学领域里头的一个鉴赏能力 把这本书推向美国的出版界 希望赢得更多人的关注 我相信这都是一切美和善好的事情 这是我们共同要努力的 再次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绝对相信你们今天的一点的分享 能够造成很多人心中许多的共鸣 谢谢伊丽嘎 也谢谢Angela 胡小天也祝你们这本书 用俗话来说大卖好吗 因为好像年底有一个国际书展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喜欢 感谢感谢 也谢谢所有朋友您的观赏 希望大家点赞按赞分享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频道 谢谢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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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